在地人在地前 来看这个台中武风的江湖新春 是台湾第一座一会横下市 来的整个组络 让台中市立位文化景观 但是人类楼顶有市长 少年超过60年的悬崖 竟然向尾优先来择抖 台湾市真不敢 要求主观机关要提高境界 保护这个江湖新春 整体的红毛 人家争相配老冠村的家庭 住店中应该要有关大的悬崖 不过现在只有村秀新 这是在江湖新春正前给民众发现 林爱楼顶管老厨来的市长悬崖 让人凑掉 房屋包含道路景观 包含树木这些资源 都是文化资产的内涵 江湖新春给来做台中市的文化景观 应该想到文筑法的保护 如果要撒手抵住都要自身监察 想不到后面已经撒掉 像2016年的悬崖 让地下很不敢 也要求主观机关提高境界 后来我所知道是国産署 他们有从善如流 就是他们有再继续往后砍 台中市文主厨标识 因为开发上欢迎 像威项王 恐怕的四家团影响到威项 才来同意修正 应该是和国産署中区分数 有林智商的不讲 不然也要求随天只撒手 毕竟如果是要修正或是要修处 一定要照顾新春保存 为乎各位来申请